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使用JDBC插入数据库表记录 其实插入数据库表记录跟查询数据库表记录呢 大同小异,它们都是遵循同样的JDBC开发步骤 第一步引入JDBC驱动器架包 第二步在程序中引入JDBC的驱动器类 第三步创建 创建Java程序跟数据库的连接对象 第四,跟数据库进行交互 第五,解析结果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 我们如何使用JDBC去插入数据库表的记录 那么插入的记录,我选择哪张表呢 选择这个DPT表,因为它的列比较少 OK,DPT10,20,30,40和50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的列的数据类型 DPT表是LUMBER类型 DLAM是WARCHAR2,LOCATION也是WARCHAR2 OK,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写一个CQ一句了 String CQ等于Insert into 2,DPT表,如果我三个列都要插入的话 我就不用写括号了,只需要写VALUES某某某某 1,2,3,好的,三个问号 当我这里出现了问号的时候 实际上就代表我这个CQ已经是代参数的复杂的CQ 那么我要使用的Statement的接口一定是Prepare的Statement 好,CON.PrepareStatement的CQ 在初始化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就要把CQ一句加载进去 接下来就是给它的三个参数复制 这三个参数我可以直接给一个长量 当然也可以写一个建议 从外界获取用户输入 OK,那么为了简单起见 我直接给一个长量吧 第一个SetInt 插入60吧 Stat.SetStream2 记住第二个列呢 是DLAMO DLAMO的话呢 写什么类型呢 写它有哪些部门的存在 有Counting Research Cell Operations 这样吧 Test 测试部门 接下来Stat.SetStream 因为第三个列它是WorkWatcher2 所以我用Stream类型 是Location是地址 那么 Mite Mite OK 三个参数设置完毕之后 Stat.Execute 请注意 如果说查询一句 我们之前使用查询一句用的是Execute Query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用的会是Execute Update方法 这个Execute Update是执行更新 那么返回类型不再是结果集 我们插入数据返回类型会是整型数据 Int RS 为什么是整型呢 插入一条数据 其实Oracle数据库会返回这条语句 影响 它执行成功以后影响的行数 如果我插入一条成功那么返回为1 如果不成功返回为0 甚至会抛出异常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做的就是判定RS是否为0 IfRS不等于0 或者是等价于1 因为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只会插入一条记录 所以它一定要返回1才代表成功 否则就是失败 16.out.println 插入成功 否则的话呢 插入失败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一下这段代码 OK 我这个地方字还比较小 显示的是插入成功 那么我到数据库去搜索一下呢 诶果然出现了一条记录 60 Dlam是test location是my 好 请大家特别注意 其实使用JDPC去插入一条记录呢 SQL语句肯定不能再写CNAC的语句 而必须写insert 好 至于这个语句带参数或不带参数 带参数我就用prepared statement去装载 如果不带参数就用statement的接口对象去装载 那么我这里是带参数的 所以我要设置三个参数的值 设置完毕之后 请记住我要使用的prepared statement的什么方法呢 prepared statement的接口对象的execute update方法 请特别注意 OK当我使用update之后 我会判定数据库的返回值 记住execute update返回类型是整形 如果返回唯一代表插入成功 因为我插入一条记录嘛 如果不唯一的话代表插入失败 这个就是使用JDPC插入数据库表记录的代码实现 你会发现流程跟之前的查询一模一样 甚至连接口对象都一样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不再使用execute query 而是使用什么呢 execute update方法 好的 这个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好 我们这次课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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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